總統必須嚴肅面對這個問題 總統去蔡總統本人 再加上前經濟部長水龍金 一人在再二人三的 向大家拍胸部保證 台湾絕對不會缺變 一直到二人三年年都不會缺變 整個往年已被戳破 無法再這樣子下去了 請蔡總統大歉 請負責的水龍金現在的行政院副院長 他不但是當時的保證 他現在沒有離開政壇 他設計成為經濟部台電的更大的長官 在專責負責台灣的能源政策 從水龍金到現在的經濟部長王美花 到台電的董事長 通通都應該要下台負責 他有兩個選民 他的家人要用呼吸器 上一次就在給我呼吸 昨天有了很憤怒 他要排電說 你是不是提供給我們發電機 台電說你趕快送到醫院去吧 這個不是事先的告知 你最讓這家裡的這些病犯情何以堪 自貼發生的兩次的大特變 剛才我們這位書記長講得很清楚 誰該負責 至少王美花部長 楊維吳董事長 應該要立刻下台 李謝國仁 蔡總統過去的道歉 變成一個道歉總統 顯得非常鳴將 事實的情況到底是怎樣 該應該怎麼做 政府實在是必須出來面對 不要趕快 拜民眾說 因為疫情期間 大家宅在家裡 所以才會用電突生 對民眾來講 因為訪疫期間 他也不趕快出 紛紛去搶完很多民生物資 然後放在冰箱 政府再來一個大體驗 讓你常在冰箱中 全部都壞掉 這個已經是嚴重的 沒有辦法保證 人民基本的安居樂業 一個執政黨 一個政府 沒有辦法讓人民有基本的水 基本的電 讓台灣變成世界上 所嘲笑的好像第三世界國家 蔡英文總統 你不覺得應該有人出來負責嗎 發覺 生日日日報 才行 在咖啡 人魂 為何 無論 航空 精神 罪